這個題目裡面大概就是這幾個動作 你們大概就是從設計第二項目一直到往下 一直到第六這些東西 那做出來成果他這邊會秀出來 每一道題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從大綱有沒有 插入投影片他這邊有一個說明敘述 就是要你去一定要指定用這個方式 然後呢把這個檔放在哪裡呢 放在投影片裡面 然後呢再來什麼 將第一張投影片調整到最後一張 也就是說要你要怎麼樣移動那個投影片 我做出來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的結果類似長這樣子 就是第一頁是商業發展學程 那裡面的話那就是底下 比如說他的標題他的副標題 那你會發現這邊都有個項目符號 那背景需要他好像有一個規定嘛 這個背景需要有一個波浪 這個題目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就將所有投影片套用什麼波形的布景主題 那實際上這個剛剛那個藍色的那個 後面有個波浪狀 就是所謂的波形 然後呢將所有的那個什麼投影片文字 要修改成標開題 如果你沒有做成標開題 那就不對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設定投影片一 那推面有很多張 你要去選到第一個投影片 那做什麼呢 他有分標題投影片 標題指的就是什麼 第一張 標題指的就是這個標題 底下會有所謂的那個 副標題就下面這個 那你要做什麼事呢 做這些事情 那全部我做完才算對 如果你少做一個動作都不對 那另外的話呢 文字框 標題的文字框要做這些效果 然後諸如此類 再來就是修改投影片 第二張到第七張 所以總共會有七張投影片 那他也是要做這些效果 然後呢 設定所有投影片呢 動畫都是旋轉 也就是將來會需要有個那個旋轉的特效 然後呢 至上 取消換頁 取消那個滑鼠換頁 然後自動換頁 所以將來我播放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全部做好之後呢 你把它播放之後 你按滑鼠他不會動 他不會理你 你現在點他他不會理你 他會自動每兩秒鐘 自動會有一個 至上的一個動畫出現 總共會有那個七張投影片 然後就一張一張幫你播放 播放完之後呢 就結束了 所以這一張的大概 他要的動作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 有嗎 這體 那就跳離了 OK 當然你也可以去選擇 那個什麼呢 選擇就是說呢 可以重複播放的動作 OK那 把聲音關起來 OK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當然請各位準備幾個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題目檔稍微先了解 第二個就這個 所以呢 那怎麼樣可以開始 第一個請各位 一樣開啟這個POWERPOINT 應該知道放在哪裡吧 你在那個程式機裡面應該可以找到這個 我們電腦裡面應該是裝的是 我馬上三個版本都有 不過現在最新的是2013 那我們用2010的版本 裡面的這個POWERPOINT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找到這個POWERPOINT 往後呢就用這個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可以把剛剛這個102的這一個檔裡面的東西 直接放到這裡面來 當然呢 比較笨的方法怎麼樣 複製 然後呢 在這邊貼上 如果說你這邊貼上 當然會貼貼過來啦 那副標題的話 也是這樣複製貼上 貼上 不過問題喔 這樣恐怕不是好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一下子就可以全部放進來 當然有啦 題目裡面有講到啦 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從新增投影片 裡面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看到 題目剛剛第一道題是什麼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那個關鍵字 它已經跟你講那個功能了 只是說你要知道說 這個功能是放在哪裡 這邊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那個文字檔案 那個文字檔案呢 把它放到這個投影片裡面的話呢 那你就從投影片 這個這個功能點擊 然後我剛剛有解壓說 我的那個範例檔案在桌面上 有一個這個 PowerPoint2010的資料夾 你找到102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PPD 這個WORD的文字檔有沒有 就會被找到了 然後你把按插入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了 有沒有 它馬上幫你怎麼樣呢 幫我們把所有的這些投影片通通放進來了 那它放進來的規則是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 這邊是一個投 它就幫你當成什麼 一個標題 那底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其實前面這邊都是按什麼 按一個TAP鍵 就是你在鍵盤上面的最左邊第三個 有一個叫TAB 那個叫TAB TAB是指的就是 你可以在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縮排的效果 按一個TAB 有沒有 它就會縮排 那也就是說 將來它就會把這些當成什麼 當成項目符號 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一直往下 那它上面有一個空白的這個投影片 如果說沒有用到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可以把這個投影片刪除掉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產生那個才對 如果你有一些不需要的投影片 你就把它刪掉 再來呢 我們已經把它匯了 記得等一下第一個動作是 新增投影片 常用裡面有一個叫新增投影片 然後從大缸插入投影片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題目要還要求第二個 就是說 將 有沒有 匯入這個動作 將第四張投影片 調整至第一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 123 這邊前面有編號 第四張就是這個 幫我怎麼樣呢 調整到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直接就拉到上面來 記得哦 按住不要放 往上拉 放開 這個時候呢 第四張就被你放在第一張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移動好那個 我們需要的這個簡報了 但是哦 這個簡報其實說真的啊 如果你將來這樣秀 會讓大家覺得說 感覺真的是非常的不專業 為什麼 感覺黑黑白白的不好看 那用什麼方式來做會最快 其實第二個動作就是 你可以設計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做 題目裡面是要我們做波形 那波形是哪一個 其實大概就是 記得大概位置 會是在這邊啦 那它的底色是藍色的 然後呢 你就直接點擊它 油標放上去 當然它會顯示出 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布景主題 那我們就把這個布景主題 把它點擊下去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它會幫我怎麼樣 把所有的布景主題 馬上換個顏色 這樣的話好處就是說 你不需要像以前 你要怎麼調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這個布景主題 不好看的話呢 當然好 你可以點選啦 這也這麼多效果 反正選一個 你喜歡的一個效果 然後呢 再主意的完成 OK 請各位先完成 開啟PowerPoint 並且把那個 我們的第一跟第二題 先把它在第一頁裡面 其實這邊還需要加一個 新增一個那個投影片 那個投影片的話呢 你就按下那個 插入一個新的投影片 這邊的話呢 打上幾個字 比如說這個 我們會需要用到 它的那個叫 你可以看一下題目 題目檔裡面的話呢 在這邊是叫什麼 商業發展 商業發展學程 然後呢 主獎的 什麼獎評的人是誰 你就打你的名字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商業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豬獎人 比如說你就打上某某某 類似像這樣 類似像這樣 OK 好 那也就是說 一個 一個新的 一個投影片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把後面的動作 逐一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是 剛剛已經做完 一 二 那再三 三的話是什麼 將所有的投影片文字 改為什麼 標凱體 那問題是 這邊文字有這麼多 我怎麼一下子全部改 特別注意哦 切到大綱 有沒有 切到大綱之後的話呢 特別 這樣會比較快 然後把這邊全選 不過全選的技巧 我教各位一個叫 Ctrl加A CtrlA就全選了 你用CtrlA比較快 Ctrl加A 按住Ctrl加A的A 或者你在常用裡面這邊有一個選取 這邊有一個全選 或者另外方法 選取全選 這樣也可以全選 方法很多 不過建議是切到大綱會比較快 Ctrl加A 然後呢 所有的字型變標凱體 你就把這個字型部分的話 全部變成標凱體 標凱體找一下 這邊應該 嗯 蠻常用到的 你就選擇一個什麼 標凱體 這邊的所有的字型呢 就會被你全部通通用成標凱體了 OK 第三個就沒問題了 再來的話呢 第四要做什麼 來設定那個什麼 投影片一 特別是要投影片一 就是指的是這個 商業發展學程的這一個 然後他標題文字 要有這些動作 包含就什麼樣呢 大小是72 也就字大小72 然後 陰影 文字字中 OK 那這邊有一個叫 對齊文字字中 指的什麼意思呢 這個指的是水平 這邊是指的是那個水平方向 這個指的是垂直方向 然後字圓加間距 要加寬10pt 也就是字跟字中間 你要讓它拉寬一點點 這怎麼做 OK 我們足以來看 首先的話 第一個字要把它放大 所以我們再切回到投影片 找到第一個 那他的標題投影片 標題是在這裡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字變成72 第一個特別注意 建議各位你在選取的時候 請記住 選框框會比較OK 因為你不要選文字 因為選文字的話 有的時候有些效果 可能沒辦法達到 所以點一下這個框框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點擊什麼 這邊有個72 點擊它就可以了 那它這個字就放大了 再來陰影 陰影在哪裡 其實陰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不是文字陰影嗎 陰影點下去就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它還要做什麼呢 72 陰影 然後再來就是說 文字字中 而且要是什麼 在正中間 那文字字中 這邊已經有一個字中了 可是特別注意 它要的 除了文字在水平方向 字中之外 它也希望在這個框框的 垂直位置也要是字中 可是現在有嗎 沒有 有沒有 它會比較偏什麼 偏下面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它剛好在正中間呢 印象中 在這邊 對齊文字這邊 有沒有看到 對齊文字 如果你今天的框框是在偏下面 你要有沒有 預設是這個嘛 那它就會比較偏下面 如果你要把它放正中間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選對齊文字的中間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在這個框框裡面的正中間 當然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在上面 它就放在上面了 OK 那我們是把它放中間 接下來的話 還要做什麼呢 還要再把這個字跟字的這個間距 這個字跟字間距 我還要再把它加寬一點點 也就是讓它往這邊推 這邊往這邊推 那字跟字的間距怎麼加大 那你會想說 間距上面會不會有功能 其實這上面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應該是找不到這個間距啦 我看這個應該 這個有行距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哦 字跟字的間距啊 這個有點像是隱藏功能 什麼叫隱藏功能呢 在上面的面板你找不到 那隱藏功能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每一個面板的 右下角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小小的箭頭 那這個小小的箭頭 不是裝飾用的哦 它主要就是說 把比較不常用的功能 通通通放在這個小箭頭裡面 所以有一些像什麼呢 字跟字的間距 因為比較少去調整 所以它會把它放在這裡面 所以你把它點擊開來 點擊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點擊這個按鈕之後 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 你知道 字元間距 那字元間距 預設是標準 也就是這個就是標準 但是我今天要加寬 加寬多少呢 加寬10個PT 那什麼叫10PT 就畫面上10個點 10個點 大概我想10個點 你如果有設定那個 這個字的大小 應該只有10PT大概多大了 要把它加寬 加寬多少 10個PT 所以你就把這個地方 改為間距10PT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看一下 這個效果就會被套用上去 10PT的效果 OK有沒有看到 比較寬一些些嘛 那如果你覺得這還不夠啦 以後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自己再微調 因為這題目 大概10PT 如果20PT的話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個中間就是20PT了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考你 你會不會做 自圓間距的加寬 那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做調整 那這個功能跟Word裡面 基本上也是一樣 就是說有些像 Word裡面也有問你說 會不會做自圓間距的加寬 如果你可以找一下也OK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第幾個題目的第四個 但是只有什麼 只有標題文字部分 再來是標題文字框框 是框文字框 它要的效果什麼 鮮明效果 藍色輻射二 那做出來效果 其實就類似像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有沒有 這個文字框框 那你這個文字框 怎麼樣把這個文字框 變成這樣的一個文字框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 游標還是停在這個框框上面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要針對這個框框 去做格式設定的話 請注意看哦 上面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繪圖工具 裡面會有什麼格式 請各位把它點擊 如果你是針對這個框框 去做格式設定的話 那它的框框的格式 那你想框框的格式 那我要怎麼去針對那個框框的格式 來去做效果 特別注意哦 這邊有一整排的功能 那你可以點選啊 這邊的話呢 各位可以找到有關那個圖案 圖案的樣式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好多個這個效果裡面 那其中有一個 就是剛剛題目講的就是什麼 鮮明效果有沒有 你游標放在上面 它就會顯示出來 藍色 而且是輻射二 其實這個有人繞我口啦 什麼樣輻射一輻射二 其實你游標放上去 它這邊都會出現嘛 這一排好像都是輻射二 這一排好像輻射一 所以縱向這一排都輻射一輻射二 然後呢 顏色都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點擊 就完成了它要的效果 看到就類似這樣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點下去嘛 看看其他的 有沒有 你當你沒有點下去 它會有個預覽的效果 當你點擊它 就有這個效果出來 那其實你不太需要用到Photoshop 反正在Photoshop裡面 就可以讓你的那個字變得很漂亮 你就選這個就OK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四道題目的四字二 再來就是四字三 四字三要做什麼呢 副標題文字 副標題文字 副標題文字指的是下面這個叫副標題 好 它要做什麼 大小48 然後呢 出虛底線要底線 藍色的 深藍色的字 的顏色 做出來是什麼效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效果 有沒有簡報人某某某 它主要就是要什麼 字的大小放大之後 然後底下要一個虛線 虛線做出來 OK 那做法上面的話 怎麼做 我做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一樣點這個副標題框 框框的地方點一下 記得啊 不用選字 把框框選取 那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把字放大成48 所以第一個 字放大成48 第二個做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要我們做那個 底線 深藍色 那底線怎麼加 我們先加一個那個顏色 字的顏色是深藍色嘛 所以你把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深藍色 那深藍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A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那個 有沒有 A就是設定 它這個字的顏色 OK 那你就把這個字的顏色 把它設為深藍 另外的話 底線 那你想說底線在哪裡 這邊有個底線 不過你會發現 你設這個底線 它預設就長這樣子 誒 那可是問題 它要什麼 它那個虛線啊 那怎麼辦 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也是隱藏功能 請你點擊字型這邊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個底線的樣式 那底線的樣式它要什麼 它要是那個 是哪一個呢 它有一個叫虛線 看一下它題目裡面會有一個規定 要的是什麼 出虛線 出虛線 所以是一個出虛線 有沒有叫出虛線的 點狀 這邊也叫出虛線 有沒有 它名稱就會秀 有不要放上去就有一個名稱秀出來了 那你就找一個出虛線 按個確定 OK 那這個效果呢 就會被加上去了 大概是這樣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是第四題部分 畫面先忘記各位一下 那就照那個 我們那個題目檔 題目裡面的要求 然後做出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簡報 這個簡報 做出虛線 好 好 好 有沒有 谢谢大家